不可以否认,勒布朗詹姆斯的加盟让沉寂,多年的胡人队,来了一个闲鱼大翻身,要知道在科比遭遇跟剑重伤之后,胡人已经连续五年无缘季后赛了。 而这一次詹姆斯的到来,无疑意味着胡人将再次重返联盟顶级枪队行列,而在此前博彩公司开出的新赛季夺贯率榜中,胡人队高居全联盟第二,仅次于未免冠军勇士队,詹姆斯的加盟不仅让无数胡人球迷感到兴奋不已,更是有不少人已经开始把他与胡人传奇民宿科比布莱恩特做比较, 认为詹姆斯未来如果能为胡人队带来总冠军,那么他或许有可能将取代科比,成为胡人队史第一人。 关于外界的种种舆论,胡人队老板珍妮巴斯,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做出了回应,他非常坚定的表示,趁科比的队史低位胡人可以哈动。 并且认为这一说法,詹姆斯取代科比根本就是无敌之谈,无论别人为胡人队做了什么,都无法撼动科比的队史地位。 你必须明白,他为这支球队效力了二十年,为我们赢下了五个总冠军,他为这支球队付出了一切,因此哪怕仅仅是对他的队史地位或是其他之类的,那都是非常荒谬的。 珍妮巴斯,如是说道,从珍妮巴斯的这般话中不难看出,他认为科比在胡人队的地位,是无人能够取代的,即便是詹姆斯未来能够带领胡人队度的总冠军,也无法撼动科比的地位。 事实上,作为一支传统豪门球队,胡人从来都不缺大牌球星,除了科比之外,还有魔术师约翰日、贾巴尔、奥尼尔等人都是历史级别的超级巨星,他们为胡人队做出的贡献也都是目前詹姆斯所望成墨迹的。 换而言之,虽然战姆斯已经握有三枚总冠军戒指在手,但他要想在斯坎普斯中心上空挂起球衣,仍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 对此,不少网友纷纷表示道,珍妮就话没毛病,不否认老詹的强大,但科比才是胡人队室第一人,能媲美科比的也就登肯和斯基了,为一个球队,为一座城市奉献整个生涯。